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但是自2017年以来,Facebook页面的参与度已经下降了20%,这个趋势值得我们去思考如何提高页面的参与度,下面给大家提出一些增加参与度更好吸粉的策略。 一,发布要少发布要少的意思并不是只发帖的数量变少,而是更注重质量。 当我们每天只发布一、两次时,我们能够分享出最优质的内容,但当我们每天发布四到五次时,就无法保证每一次发布都是足够优秀的。 两种内容工具,一,bassmo.com,显示了某个主题在当下最热的文章,你可以在这里搜索与你的小组相关的特定主题。 二,谷歌新闻,httpsnews.google.comnewsgl等于usnet等于usnhl等于n,可以通过它来过滤最新的文章。 我们建议发布的内容应该符合以下五个标准,对粉丝有帮助,是否真的在解决他们的问题。 分之于具体,有型和真实的客户问题,一定不要在社交上节省时间。 旅行承诺,仔细查看以往发布的内容,是否有涉及到承诺粉丝的事情。 可行性,粉丝按照你的内容,建议购买商品也好,实际生活也好,尽量要达到你承诺的效果。 可分享性,是否有cta来号召粉丝分享。 二,选择最佳发布时间和频率为了让粉丝参与互动,必须在粉丝最有可能使用该平台的时间内发布。 Facebook营销团队在收集了大量发布信息后得出,在Facebook上发布的最佳时间是,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12点到下午3点,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12点到下午1点。 当然,发布最佳时间对于每个品牌都是独一无二的,要确定哪个时间最适合你,需要查看Facebook的Page Insights来跟踪和分析参与度数据,对最佳发布时间进行有根据的猜测,在高峰时段和非高峰时段进行实验,从而寻找到最适合自己品牌的发布时间。 三,巧用视频添加视频,是Facebook提高参与度的关键。 Basmo研究发现,视频内容的参与度是文章内容的两倍,在总结了排名前2500万个帖子后发现,受欢迎的视频具有以下特点。 视频是直接上传到Facebook上,上传到Facebook上的视频平均比YouTube链接而来的参与率高110%,分享率高出478%,方形视频比横向视频,尤其是在移动设备上的参与度更高。 四,添加字幕,有93%的视频,人们在观看时选择关闭声音。 关于发布视频,有以下技巧,在发布不同类型的视频时,选择不同类型的配乐,多多使用Facebook直播视频。 不同领域的教学视频,是非常受欢迎的,发布有关产幕后的视频,使观众以非正式的视角了解品牌和产品。 四,学会直播Facebook,在过去一年里,一直在着重推动他们的Live视频。 Facebook官方数据显示,相比于未被播放的视频,人们平均观看FacebookLive视频的时间多了三倍,而人们对FacebookLive视频的评论比普通视频多十倍,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分享活动的幕后,你的工作流程,或你的办公室主持问答活动演示如何做某次讨论重大新闻分享每周提示五。 使用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根据Buzz Mode一项研究,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对一多Facebook用户的更新情况进行观察分析。 使用图像更新比没有使用图像更新的用户多2.3倍。 六,征求意见当人们想要表达时,会更愿意采用发表评论的方式,因此提出问题给粉丝们一同讨论,是一个增加互动的好办法。 其中,分享热点新闻或博客帖子,并询问粉丝的意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同时,分享的内容也要因受众而异,如果有专业观众,多多分享行业新闻或文章。 如果是一个生活品牌,多多分享生活方式的相关信息,可以尽可能地向粉丝抛出各种问题。 例如,你最喜欢什么填空,你如何完成这个动作,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事件或品牌,你是否同意引用显格的陈述,事件,人物等。 7. 铁子的长度,铁子的长度对于吸粉效果影响也很大。 Facebook的状态更新字符限制是60,000,当然,很少会编辑这么长的发布内容,测试各种长度。 根据观察分析,了解究竟多长的文字内容最适合粉丝。 Express Writer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40个字符的文字贴,比长篇文字贴参与度高出86%, 8. 加入群组当发布的内容在一个受众群体的群组中传播时,粉丝参与度也会大大提高,可以将新建的群组定义为同类沟通的地方,让人们在此分享他们的共同兴趣,表达意见,讨论问题,将接照片和分享相关内容。 9. 查看其他Facebook页面观察分析不同的Facebook主页,加以学习,这对于我们的主页,内容优化是十分有帮助的。 Facebook为此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功能,订阅,这里包含已关注博主发过的帖子,可以一目两然的比较不同的Facebook Page和具有类似Pages的帖子的表现。